妳身高多高 166 我153 月月妳在哪 介紹一下妳是誰嗎 我是李佩芸 我是福大女男黃慧君 大家好我是福大女男梁妙真 大家好我是福大女男周采真 大家好我叫王雨萱經典大一 我是曾雨萱 大家好我是賴子儀 嗨大家好我是福大女男謝雨山 大家好我是福大女男隊長齊恩 選擇福大女男的特色是什麼呢 就是人美嘛然後三分又準的球隊 我會噴三分 很多戰術商都喜歡我們 所以我們的裝備很齊全 投三分然後就是可以一直瘋瘋爆切 很準 三分條很準 福大女男特色就是準還有歡樂 福大的女男特色應該就是自由吧 就是沒什麼學也學妹智 所以學姐跟學妹大家的感情都很好 還有教練對大家感情都很好 Jek的指教風格是什麼 就是讓我們有獨立思考的能力 就是做我們自己想做的 要會噴三分更要會噴垃圾化 就是投籃投很多然後基本動作也很紮實 就是很自由啊但不要隨便就好 他給我們很大的自由做我們想做的東西 他超有自信然後練球也很隨性 然後場上有什麼問題也都會跟我們一起討論 他的風格就是謝宇珊 謝宇珊你這個傳個什麼東西啊 謝宇珊你不會假傳喔 謝宇珊你投籃 謝宇珊你投不進球啊 謝宇珊啊 謝宇珊你被過中間 沒有啦 他的風格就是讓球員自由發揮要有自己的獨立的想法 鼓勵代替折罵 就是不管好球壞球他都會先鼓勵你 然後用溝通的方式跟你講 就是他不會用折罵的方式 對 平常球隊都在做些什麼呢 大家都約出去吃飯啊 就感情都很好 吃飯 睡覺 大包林球 投籃然後團隊的防守 然後小組的組合跟一些新的戰術走位 吃飯 睡覺 談戀愛 練球 然後有時候會去比賽友誼賽之類的 都在休息室聊天 睡覺 現在賽季是做團隊的部分啊 然後大家要磨合好比賽的時候 才可以打出最好的福大女藍風格 聊八卦 還有學游泳 學妹來找我學游泳 加入球隊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麼 練球很輕鬆 我們拍的那個新生影片 沒看過的人請點下方連結 每天在投籃啊 然後防守練很兇 就是比賽不會太嚴肅 去花蓮經營杯 然後去山寨溪碗水 去花蓮經營杯的時候還跑去山寨溪碗水 印象最深刻應該就是目前剛打完的T3BA吧 很刺激很好玩 應該是我們今年去花蓮比賽 然後我們有去山寨溪碗水 應該是我們 算是我們球隊第一次全隊一起出去玩 對 大學跟以往的高章有什麼不同的陣球 很自由吧 就是整個差很多 我吃不飽 但吃得很飽 以往都不能就是自己單打 然後現在就是會有單打的空間很大 然後只要有一點點的空間能出手 是好的空檔就是教練都會鼓勵出手 國高中就是會教練可能管比較遠 然後大學就是很free 練習時間變少了 然後比較自由 我們沒有跑體能也沒有重訓 因為高中我自己是沒有參加球隊 所以大學對我來說非常的新鮮 然後希望可以在球隊有好的表現 公司練球就很不一樣 因為國高中都一直超體能 但是像我們現在練球都是 比較以團隊為主 就是不會超體能啊 新改成目標 但是重返甲一啊 重返甲一 跟學姐一起打回甲一 打回甲一啦 打回甲一 要打回甲一 今年目標當然就是 假惡冠軍要重返甲一 今年目標當然是以 假惡冠軍 因為我們明年想要上甲一 雖然我已經畢業了 那請問會不會有直接 一場的健康教練 常常叫的都切 那當時心情是什麼 當時心情 當然就是 我一定要完成啊 三分一定要進 切入一定要進 然後防守要記得啊 有什麼話想對自己的粉絲說 呃 我也沒有想到會有這麼多粉絲 還有看我投三分的人 所以我就每一場投很多很多三分 然後盡量有好表現給大家看 拜拜 拜拜